哈囉大家好我是維琳安 歡迎收聽維琳安跟你聊聊天 今天請到我是歐瑪克 耶 哈囉大家好我是歐瑪克 謝謝維琳安今天邀請我來跟他聊聊天 耶啊上一次去馬克新疆覺得非常開心 喔耶 其實下次可以約瑪莉一起來 也在錄一集 如果他OK 我今天有一個很重要 這是開場對不對 對這是開場 那我開場的時候講最重要的事情 什麼事 瑪莉想當女女朋友 真的假的 真的 真的 他現在很難過是啊 What 他在IG 就是他有分享那個你來上馬克新疆 然後他在下面加一行字 然後那行字反正就在跟你告白 真的假的 可是你沒有看到 我沒有看到 然後我就跟他說 對不起 然後我就跟他說 沒有啊 我有看到維琳安現在就是有追蹤你啊 你現在在傳的話他應該都看得到了 他說 太多了吧 人家是女神 然後我就 喔 好 那我今天幫你傳達這件事情 好 那我等一下在仙東上面立刻tag他 OK 瑪莉你PO什麼 你現在趕快PO出來我就會看到 好啦 anyway 我們今天聊了什麼 我們今天 呃 反正就閒聊 就是啊你怎麼開始當DJ啊 然後 我們聊一些怎麼考大學 你考大學的一些撇步 以及 以及關於理財的一些 一些東西 馬斯洛的金字塔的 對人類的需求這些的 以及你選不出你要去 啊不不不大家聽就知道了 最後他到底選不出來什麼東西 我選不出來 我真的選不出來 我去荒島我要帶哪一本書呢 你現在就講出來 換大家在下面就是給我一些意見 好 OK 謝謝大家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聊聊天 耶 聊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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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覺得 沒有更沒有 editing 聊聊天 有分暗 聊聊天 聊聊天 或是怎麼做這個工作什麼之類 或是亂閒聊其實也可以啦 對阿 另外一個可能是說 你是不是其實很想跟我聊專輯 喔 可是我今天沒有帶專輯阿 阿不會 我可以直接放阿 但是沒關係 我們都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直接的宣聊 如果是聊專輯的話可能是 那種聽一首然後 然後 就聽完然後那樣講 就一首一首這樣聽 一首一首 一首一之前來聽 好那我們還是先走閒聊路線 因為我根本沒有 我沒有準備好 但是其實我如果把iTunes時間拉上來應該就有啦 我就會 我就可以猜一張你才剛簽完的CD Yes 沒錯 但是猜完之後要記得放回去 沒問題 我真的簽給誰 Derek Derek是我的那個 Mastering Engineer 就整張專輯的那個Mastering 是他做的那樣子 在Credit裡面也有聽到他 喔沒有他是少數幾個沒有在Credit裡面出現的 為何 因為他拒絕我 蛤 對他覺得說他想要默默的 所以不是每個人都想要發聲 對 有一些會覺得說可能不好意思阿或是怎麼樣 所以你現在已經在錄了嗎 對啊現在在錄阿 我們就是很Free的閒聊 看你要不要戴耳機 戴耳機不戴都可以 我剛剛看音量應該是可以的 是喔 嗯 對啊 這麼隨便 我們非常非常 我們要聽 就是比 就是比馬克星這樣隨便大概 大概一百倍那樣子 連音樂都 就是都不check的 就是一個聊天 就是一個聊天 因為我剛剛看那個 看那個音量 好的好的 所以你聽 你第一次聽這樣專輯是什麼時候阿 就是那個時候 然後你要說整張聽嗎 整張聽其實就是 你答應要來馬克星這樣之後 整張聽一下 不然本來的話就是 因為現在電台會有打歌嘛 對 你會聽到你的貓咪共和國阿 EcoEco阿 那種 然後整張聽了以後就 我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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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感想是 第一個感想是就是 你是一個人聽嗎 你在什麼樣子的 而且我是聽streaming 就是在家嘛 還是說開車 refuge 你在公司 在公司 所以其實旁邊是很多人 可是因為我就帶全 Parad师耳機 所以我幫我戴上去就是 那就是我世界 也差不多一個小時 你就坐在那邊 然後我覺得 我覺得我現在越來越覺得你有沒有認真在做東西是聽得出來的 喔怎麼說 就是有時候你會感覺到有些人要發專輯他們就是 我可能合約簽了 就必須要有東西發出來 然後或者是我有個夢想 然後我找了一群人來幫我實現那個夢想 那其實我不care那個音樂quality是什麼 或者是可能他也不懂 我只覺得說我拿到一張專輯 然後我唱了歌我進了錄音節我很快樂 可能就是這樣 跟就是有時候你聽一些很細的東西是 我覺得那個感覺很難講 就是你有投入你的靈魂跟時間在其中 那個好像是會被聽見 這個是我自己的理論然後就一直得到最近一直得到驗證 就是說你東西就是歌手或者是創作人你真不真誠 或是夠不夠honest 其實聽眾跟觀眾都知道 以前某一陣子有一度我有點自暴自棄 就大家都聽不出來 就沒差啦 對對對大家喜歡吃垃圾食物 做一點垃圾食物那樣 不會啦但垃圾食物有時候是comfort food 就是說像鹹酥雞啊或是這種的 也是會讓人家覺得很開心 就我覺得好像就是都需要 對都需要都需要 可是真正能不能聽到那個你的靈魂在其中的我覺得還是少數啦 我覺得大部分就是大家還是會聽一些流行的東西 然後那個細節怎麼樣 我真的覺得大家不太在意 就是大家聽起來像就好 一般聽這種可能比較難 但又很奇妙就是當細節 比如說這張專輯好了我真的是花很多心力 真的在做的時候然後有一些feedback就會發現 很多人其實都聽得出來 聽得很細 對對對 一來有些是真的聽得很細 然後二來是可能就是因為那些細節讓人覺得更有誠意 之類的 那當然最後也是回到創意的部分 像其實馬克信箱我覺得就聽得出來 你超級認真啊 雖然我目前是聽我自己那一組 然後就是誒 原來那個時候你叫我彈一些什麼那個吉他那些東西 是要做這些效果那些 喔原來你不知道要做那個啊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因為我做podcast就是很free 像我們現在這樣就是一條到底 其實我也不會加什麼音樂或是加一些什麼別的東西 就只是講話而已 但其實就是這是你的強項啊 這可以讓你就是跟其他podcast 完全非常非常不一樣的東西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做這個東西 什麼意思 你說你們沒有辦法一條這樣直接講下去嗎 不是啦 我沒有辦法就是拿一個吉他 然後就突然唱出一首很好聽的歌 就沒辦法啊 那你可以啊 但我podcast裡面完全沒有做這些事 我就只是在那邊講幹話而已 你沒有想要讓就是你的podcast 就是往前進到下一個level就對了 目前沒有欸 不是因為 好 你在這個之前其實你有嘗試過做過一個對不對 對 那為什麼你把它丟掉了 沒有丟掉 只是那個時候太忙 所以其實也沒有延續下去 然後也 應該怎麼講 我覺得現在我自己就是開公司之後 就是 怎麼講 就是可以使喚的人比較多 就是說我不用全部都自己來 那樣子 所以就有人幫忙 然後 當然你要說 這也是一個有點小任性的決定 說我就是要做podcast 然後就這樣做 然後 但剛剛你明明就告訴我 你員工拒絕幫你剪啊 我拒絕 我不要剪 對 表示還是無法太任性 還是無法太任性 對 覺得還是得妥協 那 但是 總而言之我覺得是因為好玩了 最一開始就是覺得好玩 所以才要做podcast 然後最近當然也是有 有團隊也是討論說 欸 要不要做 因為像我們現在都只有聲音嘛 那之前 一開始清風來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錄一些影片那些東西 超級尷尬 對 沒錯 我們就是走一個非常尷尬的路線 然後 所以他們就提說 那有沒有要 有影像 那樣子 可能會比較 當然你可以多一些素材可以弄 但那個 目前來說 我覺得 我的人 我的人手不足 如果我通通都要自己來 我應該就是轉型當youtuber 那種的 天啊 想到就覺得累 然後一開始 你只要一覺得一個東西 覺得很累 他就會失去樂趣 失去樂趣 就是失去熱情 然後失去熱情就不會再做下去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現在這樣做是好的 就像你們 像你做馬克信箱 應該也是 或者是像你做這個工作 應該也是抱有很大的熱情 對阿 就是覺得好玩阿 就是當這個東西不好玩的時候 我就很想要 嗯對 就像你說的 當這個東西不太好玩的時候 我就真的很想要 不想做了 不想幹了 那所以 像你當DJ多久 哇 應該比我出道還久喔 應該比我出道還久喔 我記得 快20年欸 轉眼 轉眼之間 2000年初開始 2001年 那你一開始是念廣電傳播這些 不是我念外交 對對對 真的啊外交 對對對 就是應該要怎麼講 應該其實我念的東西跟廣播其實一點關係都沒有 是因為我根本就還沒有上大學的時候我就已經進來啦 喔那個時候你有 我這18歲的時候就已經先進飛的電台了 對 當就是工讀生嗎 沒有阿就是那個時候就當DJ 喔喔喔喔喔 對對對 那這個是怎麼 因為我完全不知道那個來龍去脈 呃 是怎麼進去當DJ 那個時候其實就是辦DJ search 喔喔就是電台會辦那個 所以他沒有任何資格限制嘛 唯一一個資格限制就是 你要18歲以上 所以其實我在17歲的時候 因為我從小就很愛聽廣播 然後在17歲的時候就聽到HitFM先辦這個 可是那時候我還沒18歲 然後那時候我就只能在廣播上面聽說 什麼你知道那個人從什麼杭州南路 一路排來排到忠孝東路 我真的幻想那個到底就排得多遠 那不是要現場去世喔 那個時候是現場 就是HitFM那時候也是 應該是台灣第一次做這件事情 所以就非常非常多有DJ夢想的人想要去參加 但你那個時候你人在台北嗎 我在台北啊 台北長大那樣子 所以那時候年紀太小不行 然後第二年隔年我聽到 飛碟在做這件事情 然後我想說這次我滿18歲 雖然高中還沒畢業 但是我滿18歲 然後我就那時候還用那個播接上網 某電 然後填錶 填完之後 那時候就是上網填錶 對 然後就 那有到他們也是到現場排隊嗎 他們 喔 因為有去年HitFM的那個經驗 所以飛碟這次就是有先幫每一百號一百號 分成一個時段一個時段 喔 就不會大家在那邊曬太陽 對對對 所以最後就是好像 呃 號碼有拿到快八百吧 就七百多號 然後最後 最後選了六個人 這樣子 喔 那一年選了六個人 前六名欸 欸那所以那個時候的六個人 現在都有留下來嗎 現在有留下剩一二三四個 還有四個 所以是你都還在飛碟 欸三個 欸四個四個 四個都還在飛碟啊 都還在飛碟 是誰 你我然後 這樣算同梯 對啊 可是你可能不認識 因為他們可能沒有在台北有節目 他們現在可能都還是分台的 對啊 就是Meggy啊 Pigang啊 陳雨昕啊 嗯 那所以那個 那像瑪莉是那個時候進來的嗎 她就是我的下兩屆 所以她也是DJ Search 然後那個時候DJ Search 已經變得比較不一樣 已經開始有點像在 有點像是你去參加 就是那個 歌唱比賽 對 已經開始要看到你本人 然後 我那時候就想說 明明就在做廣播 你為什麼要看 就是為什麼要看啊 而且其實我一直 我一直堅持到13還14年 2014年 我好像我都是不曝光的 就是我覺得做廣播 像光宇哥一樣 對 我覺得做廣播你就是要像光宇哥一樣 有一個神秘感的 對啊 就是你聽我的聲音 你可以猜想我這個人長什麼樣子 而不是馬上去找 就找他這個長這個樣子 就是你幻想就破滅啦 就是我用聲音就是 你可以覺得我是肥宅 你可以覺得我知識很淵博 或是我在diss人 或什麼 就是你可以幫我想成各種樣子 可是現在我臉在面就是 蛤蛤他長這樣 那之後 那為什麼你後來會跨越那個 心理的那個狂 對 其實是那種 你知道激勵成功學書籍 激勵成功學 就有點類似 我想想看喔 你說你自己去買來看的嗎 對 其實跟情商都有關係 我覺得一切都跟感情有關係 對就是每一次的失戀都是讓我 喔我以為你是說EQ情商 不是不是不是 喔是另外一個情商 對情商 每一次的失戀都是讓我就是人生大躍進的時候 所以就是差不多那個時候 然後就開始接觸一些 會有一些轉變 對對對 就自我成長的 對對對 那是有特別哪一本書嗎 還是哪一個概念 那個時候應該一口氣吸了 就是很 現在都還是很紅的啊 什麼有錢人想跟妳不一樣啊 然後每週工作四小時啊 喔 4Hour Workweek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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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爸爸窮爸爸 富爸爸窮爸爸 那時候就是一口氣 就全部都在聽那些東西 看那些東西 那你怎麼連結 這聽起來比較是理財跟自我 跟自我實現相關 其中一隻 有錢人跟妳想不一樣 其實我覺得蠻內心的啊 他會一直告訴你說 其實有錢人跟窮人 他的mindset基本上就是不一樣 我為什麼會想要 不讓人看到我自己 對一個有錢人來說 如果今天是有錢人 他是個mentor 他是個導師 他聽到我這樣講 他馬上就說 這樣你沒辦法賺大錢 因為你沒辦法宣傳你自己嘛 你要出去 對不對 然後那個時候 我不曝光的時候 有很多的 比如說電視節目 然後 Denis那個時候 也是那個時候 紅起來 因為就是會找啊 他就露面 對對對 可是那個我都一直推掉 一直推掉 然後還有譬如什麼 評審比賽啊什麼 我帶頭套去 超級瞎 我帶一個 哪一種 我帶一個 Optimus Prime 就是那個 變形金剛 那個玩具頭套 然後我按 還會那個 I am Optimus Prime 他會發聲音的那種 他會發聲音的那種 好屌喔 我覺得很瞎啊 那你講話的時候 麥克風是可以這樣 插進去 就是要塞進去裡面 我真的覺得是很 是夏天嗎 夏天 熱爆 夏天 然後還有 學校也會找我去 講座跟演講 因為畢竟台灣是有那種傳播科系的 然後都是有什麼廣電啊 都要做電台 應該有很多你的粉絲啊 就是聽眾那種的 反正就找我去 然後那個時候我也是不露面 所以做了一個什麼呢 他們用那個 PowerPoint的那個 投影螢幕 投影機這樣拉下來 然後 可是我從教室的門口 到進到那個 投影幕有一小段 所以我拿著紙箱擋著我自己 哈哈哈哈 然後我的頭上 是套著 就是麥當勞的那個紙袋 然後挖兩個眼鏡 不是 我想 我做完就想 我想說 我在幹嘛啊我 好多堅持 對啊就是 我就覺得 我有沒有必要把自己 就是B成這個樣子 那你有試過絲襪套頭嗎 絲襪套頭 聽說很難認 對完全認不出來 我那天我亂 我那天看到一個YouTube影片 反正他是 不是什麼GQ Vogue 很喜歡找那種不同的職業的人 然後來評論電影裡面的東西 他那次就找一個什麼珠寶小偷 然後去評論各種不同電影裡面的那種heist 然後說 這個切到他出的問題是什麼 或這個做的是對的 然後他其中提到一個就是說 其實絲襪套頭是最棒的 因為你這樣完全認不出來 對 所以我才好奇 但是你已經過了那個坎了 所以你也不需要這個東西 對反正就是那個時候做了很多 就是因為 我有一個原則 然後我不想要打破 我就必須要為這個原則 然後付出很多的心力去守護它 但是 當我把這個原則丟掉以後 我就覺得 其實我可以活得很自在啊 類似這種 類似這種 其實是mindset的東西 對啊 對啊 所以最後就 好啦就那個 就上節目啊 這樣 那你本來就是這種人嗎 就是說 我是一個 任何我決定 我有一個原則 我的弱我是這樣 我就不要跨越的 其實不是欸 其實我不是 我應該本來是一個蠻 隨便跟隨性的 我覺得一直到現在都還是 只是 對啊 只是在DJ工作上面有這樣子的堅持 好像 如果你可能要講深一點的話 可能 真的是那個原則 埋到你的潛意識第幾層吧 就是你知道 Inception Incept在很裡面的地方 那個東西 你在雪山那裡 那個地方就 沒有辦法撼動 我想 就是不露面那個 可能應該已經到沙灘了 是因為 對一開始你對DJ 有那樣子的一個憧憬嗎 對對對 就覺得說這是職人的堅持 我一定要這樣子 因為其實像廣宇哥到現在還是堅持這個東西 對啊 而且他現在都已經直播了 然後現在那個社群連結這麼發達了 其實要避蠻難的 真的蠻難的 對啊 他其實也是有被拍到 可是你就要 一樣你就要花很多很多的時間去跟工作人員溝通說 欸不好意思你剛剛拍到了 那個可能要剪掉 或什麼 那 這應該就是也會對大家造成更多更多的 但是每個人選擇不一樣 對啊 但其實這樣 你現在應該覺得蠻好 你一開始當DJ 是不是 你現在不是用馬克 對我一開始叫Orange 是DJ Orange 對 我小時候有聽 哈哈哈哈 因為是台中人 對對對 喔那個時候你是分配到台中人 對對對 對 玩褲子弟 那個時候就聽 對然後就覺得說 欸後來聽馬克的聲音然後就覺得說 喔這兩個人的聲音好像喔 到底是不是 沒有我從來沒有承認過 喔真的嗎 對阿我就一直說 沒有阿Orange就是一個真的聲音跟我很像很像的雙胞胎 哈哈哈哈 那大家相信嗎 大家都相信阿 真的假的 等一下所以你要在鳥鳥天上面真實 就是正確的 就是現在要公佈這個事情 沒有剛剛是我口誤 Oranche就是一個我爽胞胎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喔OK 我也覺得 不會剪掉 不會剪掉 因為我沒有要也得聽 因為我覺得 就是聲音這件事情也很有趣 就是我說什麼 就會有人相信 不管是多 這倒是真的 不管是多瞎的東西 就包括那個時候 因為我二十幾歲的時候 然後在就是 做廣播做節目 然後我就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譚詠玲 你要去說自己二十歲 你明明就已經很老啦 你為什麼說二十歲 然後為什麼很多 很多女生會說 不能問我年紀啦 然後為什麼我是永遠十八歲 然後我想說 為什麼要這個樣子 就是你幾歲就幾歲 你就說阿 然後所以那個時候 因為我很年輕 那個時候 然後所以我就覺得 你們為什麼這麼不real 你們幾歲就幾歲嘛 然後所以 有聽眾打電話進來 因為他們不知道我是長什麼樣子 所以他們也不知道我是原是扁 然後看起來是老還是年輕 就問我幾歲 我就說我三十八 然後那個時候我可能二十 我就想說 我就講一個很遠的一個數字 我就說我三十八 然後每個人聽到說 蛤 什麼 怎麼可能 然後三十八這件事情 我想騙大家 應該騙了十幾年有 所以大家就一直相信 一直相信 一直相信 直到 可能直到今年 我真的要三十八歲 然後我開始可以理解說 為什麼譚校長要說自己二十歲 為什麼 因為我們真的很想要年輕 哈哈哈哈哈哈 是累的 而且就是說久了大家就會相信 對啊 而且那時候為了要編這個 還要去回推 因為人家會說 喔你三十八歲 然後有的就不相信嘛 那你幾年生的 然後我數學的心算很慢 我就這樣 我下次要先算好 等一下 我立刻記下來 這邊我還是要 edit掉 我一九七零年出生 一九七 十七分 所以你還是很care這個嘛 沒有因為前面就已經會做消音了 所以後面感覺就是要繼續消下去 你看 這就是原則問題嘛 有一點 前面我已經 前面怎麼樣了後面不怎麼樣 然後就不行 這就是路徑依賴 還是這個我們就讓你過 你OK嗎 我是沒有問題啊 在你們Podcast上面你們是可以講這種的嗎 對啊 我就是 其他所有的editing都做了 只有這些不會弄掉 但馬克信箱多久了 馬克信箱我那天看了一個 有一個最近在 因為Podcast超級紅 然後大家在做什麼 有那種 什麼流量分析統計數據的單位在看 你們前四名欸 真的啊 就目前 超厲害 而且你們的 就是你們的粉絲群 怎麼講 我覺得是一個很 很 很分重但是很鐵 就是有自己的一個 也不能講次文化 亞文化 哈哈哈哈 不是一樣 次文化跟亞文化不是一樣 其實差不多亞文化比較好聽 就是你們有自己的一個culture 就是在這一個禮拜當中 你應該要感受到你的IG被瘋狂的轟炸 一直被tagweber 有欸 有有有有 限動也一直有 然後看到他留言 然後就覺得說 真的還蠻有趣的 而且就是覺得蠻溫馨的 就是好像被 接納進入那個圈景 怎麼好像邪叫 耶我加入了 但這樣蠻多久啦 馬克信箱 17年 其實那時候 有馬克信箱在YouTube 是因為 我們半夜那個節目收掉 但是換成那個嗎 現在的 就換成哥哥妹妹 其實變成下午 可是這個變成下午 也不是馬上就變成這個樣子 那個時候 反正電台是要縮減經費嘛 我記得有一個充足期 對啊 所以縮減的時候 那個時候 他們就有說 那DJ 就是我們也不要兩個DJ 因為其實現在的節目 好像也很少兩個DJ的 大部分都一個 一個主持人就好 所以 那一段時間其實是 瑪莉跟我一人一天 就是我們是輪班的哥哥妹妹 有意思 非常有趣 對啊 然後 就變成是用馬克信箱把我們兩個聚在一起 然後來回回大家的信 就在現在網路上面 對 但是 那一開始你們兩個是 也是 他一進來你們就一起做節目 對 他一進來就一起做節目 因為那個時候 他 他剛進來他不會控音嘛 所以電台就是 用一個很簡單的想法說 那 我就找一個會控音的人 來跟你們一起做 那這個會控音的人 你可以找的是工程部的成音 然後或者是你可以找一個會控音的DJ 然後他們想說 喔 那他們年紀差不多 然後就讓他們一起做 這樣子 對啊 所以其實我是進電台以後才認識瑪莉的 那像那些節目的內容 那些 idea 都是企劃去想嗎 還是就是你們自己發想 就是我們自己發想 對對對 所以就有一種年紀 就是跟別的節目就不太一樣 才會有那樣子 大家就覺得很有趣嗎 嗯 就是比較 比較奇怪啦 沒有受到限制的東西 那一開始 像馬克信箱這個是怎麼開始的 一開始是企劃告訴我們說 你們一人給一個單元 然後瑪莉她說 她想要說故事 睡前的時候說個床邊故事 然後那個時候我其實不知道要做什麼 我就想說 那我就回信好了 可是那時候我也不知道我可以回什麼 或是要幹嘛 然後馬克信箱這個單元 也沒有正式的開始做 在我們做廣播的時候 是直到後來我念研究所 因為某一天的早上是早八 太難起床 沒有 因為以前青春點點的節目是 晚上十二點到兩點 所以我回到家可能就三四點 然後如果早上早八我要去政大 就是太遠了 超遠 所以我就就會有一天可以錄音 那那個錄音的時候呢 因為原本青春點點是很吃現場 我們一直接call音一直接call音 然後一直掛聽眾電話這樣子 好爽喔 如果有參與到那個時期的話 現在都沒有電話了 現在大家都上網 比較少 直接留言 好所以就可以用一個信箱的單元 那信箱單元就是可以 就蠻適合做預錄嘛 對啊 所以其實有點為了預錄 我們才想要說 其實以前很久以前有提過這個idea 對啊 然後延續到現在 其實蠻好的 因為信一直沒有回完 你就覺得有信 有 我去念的時候不是已經是 什麼三月還是去年的信 那個時候節目收掉以後 然後轉到YouTube其實也只是想說 我們還有一些信沒回完 那我們應該要把那個信回完吧 就是算是對聽眾一個交代 然後結果沒有想到 開始的時候大家就會覺得 不行我們要用信灌爆他們 因為就是如果沒信的話 這個單元應該也會沒了 就馬克星樣可能會沒了 就他們在秀 然後裡面也開始塞錢了嗎 對對對 裡面也開始塞錢 沒錯 是 這樣蠻好的欸 還是我現在就來預告一下說 那個我覺得鳥鳥天可能也要熟了 因為我們的流量也沒有很好 然後經營公司也是很花錢 經營公司也是需要錢的 欸發專輯不用花錢嗎 上班年都沒有工作欸 我跑宣傳是沒有錢的 對大家趕快可以多寄一點的樣子 對啊 那要寄到哪裡啊 你要給一個信箱或什麼地址啊 算了先寄到馬克林 我再去跟他領 我再去費點 所以大家以後可以付註說 喔這一筆錢是要給威里安的 好那我們就可以轉交給你 喔好欸 然後我就必須再去上一次馬克信箱 然後說今天來領錢 每個月去領一次 很棒很棒 每個月來領一次 很好很好 我覺得很棒 欸那這樣你大學的時候 為什麼會想說 那就不要直接唸個廣電 什麼那種的 想說要多一點別的技能 其實不是 其實那時候很單純 他就是分數考到了 喔 就是這樣嘛 跟我差不多 所以那個時候你有其他想要唸的嗎 我那時候其實政大我也有上啊 我好像國貿外交我也有上 因為我是 我那個時候已經是學測跟指考了 所以我有申請 所以就是 政大好像國貿外交 英文系好像也有 我有點忘記 我記得有四個系 然後後來台大 台大也有上 但就是上外文系 我本來真的想說 我想要去唸國貿 因為想說 我不要跟我爸媽一樣 我不要唸英文 就是我唸個 可能商啊 不太一樣 那種 但最後還是被家長跟學校勸退 家長跟學校就覺得說 你說大理高中難得出一個台大外文系的 趕快 我們要貼榜首 對啊 現在回頭看 然後覺得我沒有榜首啦 我們那個時候好像還有人考更高 喔是喔 對對對 欸有沒有人滿疾分 我有點忘記 但總而言之 當然學校會希望說 阿多一個台大的 他會比較好看 對啊會比較好看 那當然我爸媽 我爸媽的講法是比較在於說 你的出路會比較廣阿 就不是只有 就讀外文你之後還是可以去念商阿 蛤 或是各種不同的 我完全反過來吧 怎麼說 那我總覺得念語文是很 因為我有很多很多朋友 他最後念了外語系 可是他的外語可能沒有像你這樣子這麼好 所以會變成有一點半調子的感覺 非常可惜 會很吃力 對對對 我有些同學 就是念外語系 因為後來進去之後 我覺得確實基本上面的能力要夠 對啊 你要夠你再去念那個才會很好 對對對 因為其實進去念的是文學 不是說進來學英文 對對對 是你要有個基本能力 然後進去學各種英美文學那種 所以我真的有碰到同學 或是學弟學妹 很痛苦 然後就轉系阿 甚至轉學的都有 就是或是重考 就是受不了那樣子 但我就覺得 好啦 最後做這個選擇 我覺得其實我還是蠻幸運 就覺得蠻值得 因為 我爸媽另外一個說服我的是說 是那個環境 然後我覺得是真的 就去台大真的是會碰到 各式各樣的奇葩 喔 我想聽 各式各樣 沒有 我很多的訪問 我講過很多 像我有同學是 就是過目不忘那種的 就是我跟他討論一個什麼 喔那個文本 誰講一個什麼什麼什麼 他說不是阿不是阿 然後就立刻把課本拿出來翻給我看 天阿 然後他都是上課他都不化線 他就立刻翻翻翻翻到那一頁 然後說喔在這邊阿你看 其實是什麼什麼什麼 天阿 然後我就想說 嗯 我還是不適合念文學 不然就是有些人適合做這件事情阿 我覺得 就是 就是 你知道我同學 北一女見宗的一堆就是天才的那種 喔 有些人天生就是很適合念書 適合做學術路線這種 對阿 所以在那個當下就覺得說 嗯 我還是打混就好了 然後自己回宿舍寫歌 那種 我覺得差別在於是 你已經很確定你想要做什麼 了 那你要念什麼其實就不是那麼重要 對好像是 好像是 但我大學 好我蠻幸運是我在大學的時候 你比我更早嘛 嗯 欸那你當DJ你就確定你就是要當DJ了嗎 那個時候其實沒有 其實沒有 然後 其實我有考學測阿 然後 因為我已經說了 我小時候都聽廣播嘛 所以當然我很直覺就覺得 我要當廣播人 我就是要念廣電系 但是 告訴大家其實不用喔 其實不用喔 廣電教授臉歪掉 所以那時候推薦的時候 然後我的功課 不是那種很頂尖的 對 你以前在高中就是 排名是很前面那種 還可以 對 就是念前段版的樣子 然後我一直是那種就是 中前 但不是真的就是那種前十名前兩名的那種 不可能 那所以 所以 可是正大廣電 分數蠻高的 在那個時候 蠻高的 然後所以 有推薦我就想說 在我們那個年代還沒有這麼多人想要靠推薦進去 在我那個時候 然後 我就 然後 規劃一系列的就是 那算是什麼 就是 吊車尾卡位計畫 這樣子 我覺得我用算的 我用算說 因為它有那個什麼篩選機制跟倍率 我就知道說 喔 只要我國文考得滿積分 只要我的英文考得滿積分 只要我的社會考得滿積分 基本上我就不會被塞掉 我應該是可以進去 這樣子 對啊 然後那剛好這三課都是 我本來就擅長的東西 所以我就照這個方向 然後就是很努力的念 就真的 就學測的時候 欸我就推正大廣電 然後那時候 一個學校只能推兩個吧 對啊 然後我就是推上了 這樣子 我就有去推 就代表學校去 那在面試的時候 教授直接問我一個問題說 同學為什麼你的數學只有七幾分啊 就是超低這樣子 那個時候我們的滿積分是15 現在可能剩10啦 對啊 現在又不一樣 現在好像不太一樣 畢業之後就不管這些 對啊 我已經考上了 反正就是被教授覺得 其實就是你好像有點取巧 或是 然後你的學科 然後一樣 我在裡面遇到的就是 你剛剛說那些 建築北玉女的 超強的 他們考出來 你說推真的的時候 就是七十幾級分啊 然後跟我就是 七十幾級分還推廣電 那他是真的很有興趣 我只能這樣講 對啊 所以就是 之後你不管那個 那個評分怎麼調 你就還是會被刷掉啊 所以最後就是廣電那邊沒有 對 還是最後去考指考啊 考連考 指考然後考上外教 那樣子 那後來你有去兼 就是什麼雙主修 什麼去修廣電的課嗎 後來我上了蠻多船院的課 然後我雙修我雙的是哲學 對啊 那難怪上次我們就聊阿德樂跟那個 喜歡看這些有的沒有的東西 對阿那是蠻有趣的 還是說那一次 因為我後來看老高的 喔你有看到那集 對 我就想說 喔等一下這是馬克講的那個嗎 沒錯沒錯 但有印證到 那所以那你研究所也是念 沒有研究所 就有念哲學了嗎 沒有研究所 呃 你要說哲學可能也有一點相關啦 就是我研究所念的是政治 喔 可是政治本來就分兩塊嘛 一塊是政治哲學 然後一塊是 就是比較實務上的選舉研究 行為研究那種 外交也有分組嗎 呃 是不是有分 因為台大政治是分三組 喔對 然後到了政大以後 就分成就是 公型外交跟政治 那其實就是台大的 政論國關跟公型關 喔懂懂懂懂懂懂 因為我同學是念政治系 那所以你就繼續往下就念政治 對 然後念政治其實也只是希望 希望爸媽可以閉嘴這樣子 就你父母會希望你有個碩士學位呢 對啊 沒有他們就是覺得 對於你當DJ這件事情 他們有覺得很 他們就是你去當教授啊 你為什麼要當DJ 就DJ不是一份工作 就是你在大學玩玩玩 就是我覺得很好就是 反正大家都會打工嘛 然後其他人去飲料店啊 去兼家教啊 然後你是當DJ 你去當DJ 所以就是爸媽覺得 OKOK 欸你當完兵了 然後你 你還在做這件事情 你沒有想要做工作 對他們就覺得有一點奇怪了 然後我就剛剛說 那我考研究 考研究所 欸媽媽我還在念書喔 這樣子 我未來還是有可能當教授的喔 那你學費會跟他們拿嗎 沒有沒有我從大學之後就 對對對 那真的就沒差啦 那到現在他們會比較接受你做 就是這一段時間可能經過了 應該至少有六七年吧 喔好長 對阿 等於是你要用你的行動去說服他 就是我真的就是想做這件事情 然後其他的東西就是我都不想做 然後 所以那現在你這個信念還是非常的 就是你已經把這個工作 以一個職人的角度在看待了嗎 現在你說當DJ嗎 對啊 現在反而不是欸 這中間又經過了下一次的轉換 第一次的轉換是 在二十幾歲的時候 你會有比較嗎 就是同學們都剛出社會 然後你看到你的學弟妹就是 進那個外商 進企業 然後 不然就是考上外教官 什麼之類的 然後他們就是 年薪就是百萬 百萬上 然後第一年第二年我想 哇靠 然後大家在說 大家在說什麼 經濟不景氣什麼之類的 然後他們就是 年薪往上這樣飛的 然後我自己那時候 然後時薪多少 兩三百 三四百 反正就比街家教還低啦 我真的那個時候也有在 也有在教家教 可是DJ真的是比家教還低的工作 所以會有蠻過不去的地方 就會覺得 其實我們也都是一起 就是讀一樣的書啊 為什麼 但那個時候你沒有想說 那我就不要做這個工作了 那個時候沒有 就也沒有 只是會有一點 心情會有一點低擋跟沮喪 一點點啦 同學會的時候 或是碰到的時候 對會碰到的時候 會有點質疑自己吧 說 這條路真的是對的嗎 等等之類的 那後來到什麼時候 你才突然 應該是跟 就是之前說那個啊 情商是有關係的 然後 因為我前兩次的情商 那個很像歷史在重演 就是 女朋友考上了 就是 國家文官 然後突然回頭說 你在幹嘛 你怎麼還要當DJ 的那種感覺 對 然後 在第二次發生的時候 我就覺得 那 那個時候 其實我有去報外交特考 我想說 好啊 那 你就要跟外交官在一起是不是 等那一種 然後 可是後來 也是因為這樣子 然後 我覺得很幸運的是 旁邊出現了另外一個女生 然後他其實覺得 就是他把我當偶像崇拜 你很棒 就是你現在做這個很厲害 為什麼要當外交官呢 就是 世界上就是有很多人 都可以去當外交官 可是 要當歐馬克 可能就只有你這一個 天啊 對 然後 好棒喔 就是有這樣的鼓勵 然後才那個時候就讓我覺得說 嗯 好像從其實從那一次開始 等於是我做DJ 所以可能已經九年十年的時候 嗯 然後也已經 出社會 就是離開學校 可能六七年了之後 然後才覺得說 好 這就是我的置業 嗯 從那個時候開始 然後你剛剛問那個是 那現在我把它當作是一個置業嗎 其實 現在我已經覺得 好像現在這個世界上 除非我考公務員 嗯 不然沒有一件事情是很 確定跟穩當的 很絕對的 對對對 我進到公司以後也是 就是有可能我自己的原因離開 有可能公司不要我離開 嗯 嗯 那其實廣播 雖然說好像 因為每一個前輩他們講出來都是 我做30年 我做40年 很強很強很長很長 嗯 可是你看 經歷了2017年那個時候 電台的改組 嗯 嗯 那個時候還是蠻有感的 就是你隨時就會不見 嗯 有一種悠患意識 對 但是在17年之前 其實每一年 應該都會聽到個兩三次吧 嗯 就是喔我們不要用你囉 真的喔 對對對 都會都會有這樣的說法 喔 你不要以為 就是你們現在在這個節目就是很好 或什麼沒有 我們隨時用不要就可以不要用你囉 每年都會被提醒好幾次啦 嗯 那 可是到17年之後 我覺得 應該YouTube也起來啦 嗯 然後現在有Podcast啊 有更多更多你可以做的事情啊 可能性更多 對啊 前幾年一直在講那個斜槓斜槓 嗯 然後現在真的覺得 好像也不用視為一件事情 就是我只能做這件事情 嗯 其實我可以做很多很多不一樣的事情 嗯 那你現在有去開發一些別的事情嗎 當然除了你說像Podcast 馬克星像這些的 嗯 主要應該算是在投資吧 喔 啊對 我有看你上節目講投資 對對對 我記起來了 對啊 主要應該是 是在投資的方面 然後我一直覺得 就是 雖然講錢很俗氣啦 可是這件事情就是這樣子 對啊 錢真的蠻重要 就是你有 你有這個基本的所需之後 你未來你想要做什麼 都沒有人可以干涉的了你 因為你可以很任性的活著 對 沒錯 我就是常跟我做音樂的朋友們聊說 我們現在就是在存一個東西 嗯 叫做f** money 哈哈 這是幾分幾秒 我 我要罵得很爽 就是f** money 就是我存夠了 然後 可是你的 你的yuck you money 就是被B掉以後 我用yuck you money 好yuck you money 好yuck you money 對 存到之後就是 應該以 好應該以 就是有在研究理財人來說 就是財務自由啦 就是衣食無餘 那你也不怕自己的生機 當然就是慾望 比較低嘛 那樣子 但是 兩條路 一條你去賺大錢 然後讓你的錢 就大於你的生活所需 另外一條路呢 就是你非常非常節儉 讓你現在賺的錢 就直接可以cover掉 沒有錯 如果現在極度極度節儉 老實說 應該也可以算是財務自由 但就是 我覺得重點是在於說 財務自由之後 你做的工作 是你有passion的 就是你不需要靠這個工作來維生 這件事情很重要 所以那個 Yuck you money 就是讓我 可以說 我想要做什麼 就做什麼 就是我歌發了以後 其實YouTube評論 你可以不用管他 對啊 就任何評論說 你這歌應該要怎麼樣 不好聽了 或者是什麼 我不喜歡 Yuck Yuck you Yuck it Yuck you 其實我覺得我做這樣專輯 有一點點的那種感覺 就是我裡面做的很多決定 我覺得是蠻任性的 光是最後面放credits 就是大家都來錄這個東西 然後也有 其實也有 像不用告訴我 他算是少數你說 就是抒情單曲 可以發的嗎 那樣子 然後MV出來 但是他前面有 就有口白 對很長一段口白 想把他剪掉 然後偶爾就會有人留言說 可不可以把他剪掉 對好吵喔好擾人 有沒有人覺得那是最大敗逼 然後我心裡想說 Yuck you 就我不要 可是那個時候 你是因朋友所求 所以把他做變音處理嗎 我覺得 我自己主動做這件事 因為我覺得 我還是保護一下他的身份 然後他當然也覺得說 他也不想要讓別人知道 他是誰那樣子 但我覺得 我有試過真的把他拿掉 但是拿掉之後 我覺得他就少了一個 力道 就是 就是不是講 講故事的感覺 有一點 那他當然是一個 可能就是一個 巴拉歌一個K歌 當然OK 然後我當然可以在 廣播 不是我在宣傳的時候 我當然可以說 啊其實是因爲什麼什麼 但是當有這個真實的聲音 因為那個是真的他在講故事 當有那個真實 那個real很honest的時候 大家是聽得出來的嗎 那當然 我們剛剛也是 其實我也是開玩笑 就是說有人說 啊很很擾人 但是大部分聽完專輯 或是知道這個概念 都覺得說 那個其實是一個 蠻好的決定 嗯 對啊 但就是 就是這種嘛 就是任性的部分 就會做 這是前年在講那個嘛 就是 無差別基本所者 基本收入的那個政策啊 就現在北歐有一些地方在 噢噢噢我知道我知道 或者是像Andrew Yang嘛 對 Andrew Yang他也想要提這個 什麼美人每個月一千美金 這種之類的 就當你有這些東西的話 你的確會 就是 那我去做我喜歡的事情 反正我每天醒來 我就是有這些錢 是啦 但這個其實 好這個是其實是可以辯論的 就是有些人 當然右派的人會覺得說 啊那不對啊 就是完全市場派的 然後 這是非常非常左派 但這個我覺得也沒有一個真正的定論 因為跟每個人的個性不一樣 對 我相信還是有很多人 就是拿到錢以後 就 我就是 打電動啦 打到天皇帝啦 有可能是我 哈哈哈 就放棄人生 啊隨便 上什麼通告不要 對對對 類似這種 但是當然也有很多人就是 就會 就會 尋找他的存在感 就是人的需求的那個金字塔 對啊 對對對 然後就是最後最後 我覺得以我們來講 因為我們活在第一世界 其實衣食都無餘 嗯 最後大家都在尋找的是那個自我實現 嗯嗯嗯 就是那個自我存在的東西 嗯 but anyways 好棒喔 我們就要聊到馬上 對對對 那總而言 那像你現在你還會有一些什麼很任性的事情 你會想要做嗎 現在 還是你覺得你可以 其實我前一陣子就經歷了 嗯 一小串 一小段的迷茫 是喔 嗯 前一陣子一直覺得 可能身邊一直有朋友在問說 嗯 喔喔喔 我先先回那個斜槓的部分 嗯 好現在就除了DJ嘛 然後YouTuber嘛 然後再來 其實還有一個很主要的是 我現在是廣告配音員 喔喔也有廣告 對對對 我從 我也是從10年開始 然後開始做廣告配音員 所以今年也是第10年 喔蠻合理的 然後那個時候也是 對 就是在想說 除了廣播之外 因為廣播的收入就是不好 嗯 那我要怎麼樣賺多一點錢 嗯 然後又是用同樣的東西 然後 嗯 一樣是一個比較自由的形態 嗯 最後想到就是 喔就是廣播 廣告配音員 廣告 欸那像那個卡通啊 什麼那些 那是完全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領域嗎 嗯 就雖然都是配音員 可是他們算是戲班配音員 嗯 然後他們的戲班配音員 就比較有點像是上班族 嗯 他們的班是 比如說早上一個班 下午一個班 晚上一個班 所以他們的時間是被綁住的 喔是喔 不是跑通告那種 對對對 因為像我表姑 他就是配音員啊 就聲優 他配那個 我們這一家的曲子 然後就是 但是我以前聽我的 我的姨婆 然後他們說 啊他載他去上通告什麼的 對 他也是跑班 可是他的跑班 因為譬如說 我們這一家 他們一錄可能要錄一季 就很長嘛 喔喔喔喔 所以你可能就是 那一個月的 譬如說一三五的早上 你就要去那個錄音室 報到 之類的 但廣告配音員的廣告其實就是 每次就一支 Case by case 對 所以我就會跑台北市各大的錄音室 對啊 然後也蠻自由的 以前收入很好啦 現在就 因為廣告比較少 對 你說 那那種廣告是 你說電視廣告嗎 還是說電台的 電台網路都有 然後什麼企業簡介啊 什麼之類 然後 像這兩年 哈哈哈哈 什麼 我看一下 42 這兩年就是 電視金鐘獎的 就是典禮司儀也是我嘛 對啊 對啊 因為那個 蛤 啊懂了 好 對對對 好 所以就是 就是用聲音做這件事情 那 好 回到我剛剛說到就是我前幾個月的迷茫 我身旁很多人 開始問我說 欸 你之前有教聲音表情的課 或是就是怎麼樣用聲音的課 那就是可不可以就是開課或什麼幹嘛的 然後 因為有太多人問 然後我覺得說 嗯好像可以喔 應該要做這件事情 然後我有看到前輩已經做這件事情 然後做得非常非常成功 對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應該也可以來做一個 因為我做的方式可能跟他的方式不一樣 然後他吸引到的人的年齡群 跟想要學的東西可能跟我交的也會不太一樣 所以我那時候可能就想說 喔那我是不是要成立一個公司 然後可能要 創業了創業了 對要嫁戰 然後每天要出幾篇文章 開始告訴大家 voice makes everything different 什麼之類的 哎呦 slogan都想好了 對 slogan都有了 然後接下來有實體課程 然後現唱課程 然後課程有什麼 初階的進階的 大班制的跟小班制的等等 那時候就想了想了很多 然後最後其實是 呃 也跟幾個 有創業的朋友聊過 那其實 基本上大部分都告訴我不要啦 喔是喔 我剛才想說開始動了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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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告訴我是不要 所以其實現在這個念頭 現在已經fade away了 它已經開始消失了 那他們那個時候為什麼就是勸阻你 那個時候他們說 這個就像結婚一樣是一股衝動 就你可能訪問很多結婚的人 他會告訴你說不要結婚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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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我的TA可能大部分還沒結婚 對阿 大家是孩子 我們現在先instep 進去這個東西 不要結婚 不要創業 等一下等一下 家長都會出來說 等一下我的小孩在聽什麼 那所以就是說創業這件事情 然後所有有創業的人都跟你說不要衝動 對 就是不要衝動 我好像也可能 你應該可以體會到一些 因為創業以後 一開始真的很辛苦 你是為了你自己的夢想 然後你是為了推出你的產品 可是接下來你背後就是 我要確認我能不能真的養得起這些人 然後你的責任會更大 你不能再 像剛剛在說Yuck You Money這件事情 Yuck You Money很簡單 是因為我只要養活我自己 我不要養活其他人 所以我現在離Yuck You Money又更遠 沒錯 結婚這件事情也是這樣子 我在結婚之前我是財富自由的 可是現在就是加入了另外一個人 如果他的理財官跟我不一樣 我就會離財富自由越來越遠喔 對耶 而且如果有小孩 有小孩又跟另外一個 又要再進來 那所以你現在 我現在就是 你講 你現在就是 我現在就是我就爛 我什麼都不做 我就維持這樣子 如果要以這種比較進步一點的mindset 在怎麼樣 審視自己的話 就會說 沒有沒有沒有 我現在把我有的東西 我回頭去優化它 所以我現在可能回頭去優化我的podcast 回頭去優化我的頻道的東西 因為原本我的podcast上面 其實我丟的都是丟 兩年前的東西 然後我就丟上去 我就不管它了 可是現在我就想說 好那我就 好好來 就是來顧一下 有在後製嗎 或是那些 對對對 就好好再想一想 有些什麼可以再加強一些什麼東西 有欸有欸 就是我們路馬克行鄉那個嘛 你就有加後製那些的 對啊 讚讚讚 那如果現在你可以完全的 拋下所有的這些 你說責任 或是那些煩惱也好 最任性 就是你最想做最任性的決定會是什麼 現在應該最想就是 去某個不認識的地方 然後住個兩三個月 學個語言 對對對 然後 我那感覺還要有一陣子才能做這件事情 時間到了再換一個地方 對 所以你會有那個嘛 環遊世界的夢 有一些人不是那個嘛 完全的 那個叫什麼 nomad 嗯 就是完全 遊牧民族 就是去各個國家 然後當背包客 那種 好像沒有想要當 背包客 但會想要去那邊就是住一住 然後認識一下那邊的文化 那邊的人 對啊 其實說真的要做的話 其實可以耶 嗯 就是自己害怕而已 其實那個 就是丟不下自己的害怕 要現在馬上說 就是好 廣播我不做了 然後 因為配音其實全世界可以配啊 就是我現在 就是在網路上面接案的話 我可以接全世界的案子 雖然那個錢不是特多 嗯 然後 對啊 就節目不做了 嗯 嗯 那錄podcast 或是錄馬克星上這種東西 其實只要一個月一次 花個一天 錄個 就是其實就是4 hour week嘛 哦 對 一樣的道理啊 集中在那個時候做完 集中在一天 然後把一個月份做完 然後接下來 我就世界各地 然後我就帶著我的筆電 然後我就去那邊撿 去那邊幹嘛 我還可以有世界各地的 這是哪裡哪裡 Batagonia的鸚鵡的叫聲 哈哈哈哈 啊啊 哈哈哈哈 哈哈 是不是 對其實蠻棒的耶 對啊 但我們現在想這個東西 可能又是一個衝動 不要結婚 不要結婚 不要隨便丟下工作 對 不要 我覺得你的聽眾點友 會列個鐘出來說 不行 你要去哪裡 拒絕 對啦 但是任性的時候 就像我的歌迷也會說 我每次都會就是恐嚇大家說 我不想要做音樂 我不想要唱了 那種 大家就會出來恐嚇說 不行 你要繼續給我唱下去 對阿 但是 我覺得也是嘴巴上面說說吧 就是像我的話 就會覺得說 阿當然也是嘴巴上面說 阿我要退休了 我不要幹 累死了 但是 最後還是 像我前幾天好不容易就是 宣傳期 告一個小小的段落 有一些空檔 然後就可以休息幾天 然後每天還是進公司來 想說阿東摸摸西摸摸阿 寫一些東西阿 就是最後還是 還是停不下來 可是身為一個創作人 這是很基本的阿 這已經變成你的lifestyle 對阿 那是日常了 那變成日常 也不能講說 那個已經是工作 或是什麼 就會覺得那是一個 你要說routine嗎 這種也是 但也蠻妙的阿 那如果你現在回頭 跟 剛 十八十九歲 剛當TJ的自己 想要講一些話 你覺得你會 你覺得你會想要提醒什麼嗎 多做一點 多做一點 想要多做一點 怎麼說 可能這個提醒可能一直到現在都還適用 就是如果我從十八十九歲那個時候在做DJ的時候 我就已經有意識到 我不是只是在當DJ 我是個 content creator 假設我從那個時候就已經開始有意識到 對對對 然後 其實 我那個時候真的有 然後在YouTube可能那個時候 零 零八 一零 之類的 剛開始 YouTube剛開始的時候 我就已經申請帳號 然後我就已經想說 因為 我的節目都是現場的 然後有時候我做完一集 就覺得 喔這是太好笑了 這是 過了就過了 這樣 雖然有 有典友會就是 會錄下來 會放到神秘的地方 讓大家下載這樣 但是我覺得 既然現在有YouTube 然後那個時候YouTube也就很純淨 沒有什麼盈利 沒有什麼廣告 它就只是一個 就像是一個網路硬碟 對 對啊 我想說我可以把那些東西 就是留下來剪下來 那沒有做啊 就可能就是 一年可能做個一隻或兩隻 就是沒有很持續的做這件事情 而十八歲二十歲的 我那個時候是 有大把時間的 跟現在比較起來 現在回頭 就要覺得大學好奢侈喔 每天在那邊打世紀帝國幹嘛 以前都沒有錢啊 沒有錢但是 擁有最多的就是時間 所以就覺得就揮霍時間 然後現在比較有錢了 但是沒有時間 就揮霍錢 只能揮霍錢 我可以講通告 真的是滿到 現在就會有很多花錢欲望 一直逛PC Home 想說 嗯這個想買這個想買 然後都要阻止自己 對沒錯 所以就希望可以多做一點 就帶這樣的意識啊 我覺得每一個人也都是 就是在你現在的生活當中 一定我們都可以多做一些什麼 然後你只要多做那一點點 其實就是 讓你跟別人不一樣的東西 那你覺得在做DJ 就是做這個工作這條路上面 有沒有 哪一個 突然間哪一個概念 或者是觀念 或者是人家跟你講一句什麼話 嗯 讓你突然間 喔 想通一些 或是過一個level 會是剛剛那個嗎 你說那個 有錢人想的跟你不一樣這種 你說放下自己的原則這種 對啊 你說在當DJ的過程當中 這個工作上面 我覺得是可以接觸到 可能有些人接觸不到的人 就是說現在大家在聽Podcast的各位 就是你們接觸不到韋里安 我是吳清風 我現在摸他 手放在我搭腿上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我揪著你 吳清風是我手放在他搭腿上 但是他自己要求的 我必須要強調 好所以就是會接觸到一些 就是我們平常沒有辦法接觸的人 然後可以 等於是近距離的觀察 然後又因為這不是電視節目 沒有影像 所以會是一個比較放鬆的方式 看到一個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某些人 他可能非常非常非常的紅 可是他像是一個傀儡一樣 就是你問他 你想要幹嘛 你有什麼夢想 你想做什麼 他完全就是一片空白 比較自視嗎 然後接下來那你有什麼通告 然後這首歌是在說什麼 然後這什麼 他完全都不知道 或是就是 只是ANR告訴他的 然後他可能照著這樣 這樣子表現出來 可是那個東西是很空的 就是你可以馬上看得到 那你也可以看到有些人 他的成名方式 可能是 一般人覺得說 啊就靠託成名的啦 的那種 可是你實際上看到他之後 你會發現 他的內在其實是一個很精細 跟很很很很很立體的一個人 好的複雜 不是那種就是糟糕的複雜 好的那種複雜 就是他是懷抱一個好奇心在面對這個世界 所以可以看到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當然你看到這些人也都會提醒自己說 哇你看像那個人這麼有名 那就是好像大家都很想要變成那個樣子啊 希望自己的IG follower這麼多啊 可是那真的是我想要的人生嗎 就是被像一個傀儡這樣操縱著 或者是忙忙忙忙到 你根本就 不了解這個世界上發生什麼事情 等等之類的 你就會有一些反思啦 感覺是蠻棒的 真的是看到 確實我覺得我的工作也是 如果不是做這個工作真的是 我覺得我這輩子碰到的人 應該不會到這麼多 或想蠻多的 對去的地方也不會到那麼多 我做這個工作我還去到非洲 就是做公益那種 去非洲然後 對啊去各個不同的地方 碰到不一樣的DJ 不一樣的人 人真的是超級多 心存感恩 很喜歡之前訪問Gigi然後聽到的一句話 他說就是像你們身為一個藝人 其實你們是得到很多很多愛的 然後你們一直在接收一直在接收 然後這個這個愛 因為其實拿的太習慣 然後有太多太多的鼓勵 每個人都說哇你歌唱的好棒啊 哇你這個什麼東西很好啊 很帥啊很棒啊很好啊很美啊 可是有時候會會忘記就是要 自己身為一個人 因為我已經就是idol習慣了 然後忘記身為一個人很基本就是付出 然後對身旁的人的關懷 工作夥伴 所以才會有很多那種 就是說被爆說什麼他大頭陣啊 不把工作人員當人看啊 那種就有時候是在雲端的時候 我可能要想腳踏實地一點 然後那當然對我的聽眾來說 我的聽眾常常很多是有些 憂鬱情緒的人啊 好多疑難雜症 對然後或是活得比較微小 比較微縮 覺得這個世界都不看中我 不友善 對那對於另外一面就是 已經活在underground下面的人了 就請你發芽吧 就是一樣我們大家全部都一起站在地上來 嗯好正向喔 就是可以做一個非常正向的事情 但每次到今天很開心找馬克來跟我一起聊天 那最後最後就是我通常都會問來賓就是 如果你今天到一個荒島 你只能帶一本書跟一張CD 你會帶什麼書跟什麼CD 一本書而已喔 一本書而已 很難對不對 對我是不是要找一本 就是讓我永遠唸不完的書 永遠唸不完的書 像是聖經 對 永遠出完埃及祭 就我就死在那個什麼獵命什麼的 生命什麼的 沒有辦法 法條看不完 哈哈哈哈 哇我真的想不到欸 一本我最喜歡的書 好像有人跟我講過他要帶字典去嗎 哦 是清風嗎 我有點忘記 我們會帶字典 我目前也想不到 嗯 我目前也想不到 帶一張CD去 嗯 最喜歡的CD 可以一直聽一直聽 也許會是 Jamie Roguai吧 喔 可能吧 等哪一張 Jameer Quai 隨便 隨便抽一張 隨便一張都可以 欸他們最近有發新的嗎 應該沒有啊 發新的應該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哦 對啊 如果要說 我如果剛剛說就是要帶CD是維廉安專輯 會不會覺得有點太矯情 有點太矯情 OK 那個我自己帶就可以 哈哈哈哈 對啊 Jameer Quai很棒啊 在荒島上面聽Jameer Quai 應該不會太憂鬱 對啊 在荒島上最怕就是很憂鬱的 對啊 躲回地底下 沒有上來發芽 我也在想說就是要帶一本書 可是這本書要給我一些能量 可是你看包括那些成功學的東西 他教你成功 我在荒島上我成功了什麼 不用成功了 對啊 感覺要帶非常哲學的 我可以跟你講 我應該會帶The Alchemist 那個 牧羊少年漂流機 OK 我很喜歡那本書 因為他反正也是很哲學的一個故事 你說保羅柯赫那一本嗎 好像是吧 保羅柯赫 對應該是 就是牧羊少年的喜歡冒險嗎 喜歡之旅 OK 我知道我知道 對 他就是要去找那個寶藏嘛 然後就在自己腳底下 然後那個愛他人 就是要跟他離開以後 可是很堅定跟他說 我會等你回來 我會等 10年 10年過去 我會等 因為你會回來 就是會回來的 那個很瘋欸 對啊 但是就是他有很多寓意啊 我覺得很美 是啊 應該會帶那本 對啊 那所以 你說我的書啊 你有決定嗎 我決定不出來 好 我決定不出來 那我們就只好 下次來聊專輯的時候 好 再來決定 好 下次來的時候再決定 好 感謝馬克耶 謝謝大家 謝謝威靈啊 呦 什麼 都可以啦 什麼都可以 你們說好就好啦 沒有 反正我就沒有靈魂啦